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 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 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 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拉班对雅各的脸色变了 因为他觉得雅各亏损了他的好处 另一方面他是财产 等同是他的荣耀 牛羊多荣耀就多 牛羊少荣耀就少 看看雅各的羊群越来越多 看看自己的羊群比不上雅各的多 越想越去脸色自然就变了 我们当如何保持对人温文有理 脸色不变呢 第一不要比较 记得当我们拥有第一栋房子的时候 是那么的兴奋 可是当朋友告诉你别人买的房子比你的更便宜 却有一副好智慧 他认为 以那四肢倦权的人比较 人生将变得悲情 不如接受自己 热情过活 他说 残障只是我身体的特征 而不是不幸 没必要为身体上的特征去苦恼 第二不要太大的期待 当你期待孩子每个月给你一千元 可是他只给你五百元 你的脸色就变了 相反 如果你没有期待孩子给你钱 他却给你五百元 你就脸露喜色 心中宽慰 我们最爱的人 是自己的丈夫 妻子 儿女 或亲近的朋友 但往往最生气的对象也是他们 为什么 仔细想想就会发现 乃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我们的期待 他们没有按我们的意思去行 拉班 希望雅各继续留在他家中做廉价劳工 当这期待落空了 拉班脸色也变了 我们当立下志向 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 不比较 不埋怨 另一方面 将指望放在耶和华那里 因为我们纵然是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就是我 我不去与他人比较 因为那是上帝赐以我的独特 我也不抱怨 在美好中我感恩 在不足中我依靠上帝 我不将目光转向人 免得失望 耶和华 你是我的盼望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明天